這一集其實要分享給 就是如果還沒有來沖繩的朋友 其實 你不用擔心 哈囉 大家好我是十六 我是惡琳 我們現在在沖繩 然後我們剛剛在路上聊天聊一聊之後 突然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沖繩的回憶 自駕的回憶 對 為什麼會聊起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要回台灣了 然後我們剛剛有一個朋友 他明天要來沖繩 就接我們回去他過來這樣子 然後 成功的被我們推坑來沖繩 對 完成他人生的成就第一次自駕 對 他都完全沒有自駕過 然後也沒有來日本過 他就被我們推坑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回憶我們第一次 因為當然有很多人 他可能來了十幾次 或是 八九次之類的 對 就是很多次 然後很多人很熱愛沖繩 那也有人覺得沖繩很無聊 反正就是 有很多兩極化 那我們自己的話 我們是覺得 我對沖繩是蠻有愛的 因為我很喜歡海 然後沖繩的天氣 一年四季都算很舒服 跟台灣很像 我們就回想起 我們第一次來自駕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沒有自駕過 第一次也是選擇沖繩 然後 我們 我記得 我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我就覺得很害怕說 蛤 那沒自駕過 可是跟我們台灣反方向 那你會嗎 你會嗎 不會啊 對啊也沒 也練過 就開開看啊 對然後 然後 然後你就跟我講說 他就上網查 他也跟我講說 你在那個 租車的時候啊 他會給你一個練習 等一下 我是不知道看哪一個 波羅克寫的 就是說 他說 有一個 人家真的是有PO照片出來 你會有一台練習的機器 然後 我跟你講 你可以右駕 有點像是電動玩具的那種感覺 他就說 你這樣子開一開練習之後 應該就會了 我就說 好好好 那我們試試看 結果 來了之後呢 一切都很順利哦 好到現場 他就 他也會說中文 所以也OK 然後付完錢之後 車子就開了 好開了之後 我們就說 欸 不對啊 我們不是要練習嗎 沒有練習 對沒有練習 沒有這件事哦 好 然後我們就說 好那沒關係 沒有機器練習 也就算了 總可以讓我們在場內 稍微繞一下 感受一下那個 右駕的感覺吧 因為完全都沒開過啊 完全沒有 對 然後那個 店員都說 不行 NO NO 就叫你 就趕你出去 你要趕快離開 你要開出去 對 就直接上路了 對 超好笑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天吶 你剛起步的那幾步路 你都覺得 戰戰兢兢 因為你很怕會出什麼狀況 然後車子 好擔心哦 真的 對 車子也不熟 就是雨刷跟方向燈是相反的 剩下都一樣 對 煞車跟油門其實都一樣 對 然後 因為每個人都有第一次 我不知道你們的 自駕第一次的感受是什麼 因為 我們一開始拿到車 好開開開開 然後我們就 在網路上也做了功課 比如說 哦 輸入Mapcode 或是輸入那個電話 就可以 帶你到目的地 然後導航也都中文的哦 對 好 然後 超方便的 對 然後我們就這樣 好輸入輸入 進去 點 好 開車車開開開開開 到第一個目的地 你就覺得 天吶 我太厲害了 達成了第一次的場合 你就覺得 哇 很酷耶 就是 很新鮮 一切都對你來講就是 很有趣 對 很有趣 然後你 你到 呃 第一個目標 然後你可能自己加油 然後 呃 自己租車 幹嘛幹嘛的 你就一路一直解任務 解任務 然後包括停車啊 什麼的 因為我們很擔心說 啊 路邊停車或幹嘛 然後 因為方向來不同嘛 結果 反而不是 沖繩就是 一個蘿蔔一個坑 就是 呃 有建築物 建築物旁邊就是停車場 然後 基本上 很少 不會有路 路邊停車 幾乎沒有 對 幾乎沒有 都是倒車入庫這樣子 嗯 就是一切都還算簡單 而且你的車子其實後面它會貼一個 就是外國人的駕駛 然後 呃 感覺啦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大家都會蠻離讓的 對 對 就是 我幾乎 就是幾乎不會有人按你喇叭 都 都非常的遵守交通規則 然後 嗯 非常的友善 也很少會有人抄你車 比如說 你的 這邊其實可能沒什麼車 但是你的時速可能在50 可是後面就是會一排在等你 很妙 就很少會有人抄你車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們不是都是 單線道 他們很少 有雙 有一些路是 就單 單線的 對啊 就是 就是去跟回 都是一線道 對 所以你開慢其實也不會有人幫你 但是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前面的路隊長超慢的 然後也沒有地方可以 超車 超車 對 然後你就必須得一直跟在它後面 不過 因為這邊開車的 女性 然後跟高齡的長者 也蠻多的 所以他們 大部分創生人在開車 都很有禮貌 對 就真的 然後 然後我發覺就是他們的車子真的都相當乾淨 你幾乎很少會看到那種很 很髒 或是 灰塵很多的車子 因為我們朋友明天就要來了嘛 然後我們這幾天也有給他很多一些交戰手冊 這樣 然後 建議 對對對 然後 我就 因為他就聽我們講說 應該蠻簡單蠻簡單 然後想說好 他就要過來了 好像我們幫他訂 語言也不通喔 對 幫他訂機票喔 然後 英文也不通喔 幫他訂機票然後幫他訂民宿之後 他說 對 大概半個月前 然後就要過來了 然後 這一集其實要分享給就是如果還沒有來沖繩的朋友 其實 你不用擔心 就是想要自駕的朋友 對 你只要做好功課 然後 然後 遵守交通規則 其實不太會有狀況 像Jayco說 他 他在台灣有駕照 可是台灣沒開過車 對 他可以在沖繩練習開車 因為我就看他 因為第一 他們路大條 然後他們不會說什麼有 那種巷弄很小的路 大部分都是 緊 緊字 填 對啊 就是正常的十字路口 對 直的橫的就是很清楚這樣子 最主要是 他們很遵守啦 然後也很友善 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才比較敢開 對 我就有考慮說 欸那我下次是不是要來練習看看 因為如果很多人沖繩自駕過很多次了 你們可以去想一想說 欸那你們第一次自駕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我們發覺說 欸我們這次來新鮮度有 有 有稍微降低 因為 一切都像呼吸那麼簡單自然 對就是很自然 然後我們常常來聊天說 我說 欸可以錄一下什麼給大家 他就說 這不是很正常嗎 這不是很簡單嗎 什麼的 就是已經沒有那一份新鮮感了 對 可是我覺得回想起 當初的那個感覺 就是 哇 就是很小的一個事情 你就會覺得說 好有趣喔 這樣子 對 然後分享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們有遇到 覺得什麼 還是很新鮮的事情呢 對你可以分享 留言給我們 留言給我們聊一聊 對 給大家參考說 欸你第一次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 沒錯 要來講一下 我們第一次自駕的時候 就被警車給攔下來 對啊 好像第二天還 好像第二天還第三天的時候 第二天吧 還好 我們都有把護照跟駕照 都放在身上 然後其實 還有一本 駕照一本 對我們為什麼會被那個 警車攔下來 因為那一次其實 我們在台灣啊 我們要左轉 有時候你要等左轉燈 然後 你才可以轉 可是在日本 不是 在日本它有的紅綠燈 它上面有三個 然後呢 底下會有一個 那是右轉燈 可是你不一定要等 右轉燈 亮你才可以轉喔 只要對象沒有車 你就可以轉 不過那一次是警車在我的後面 它好像有鳴笛嗎 還是我記得好像 我轉彎它才鳴笛 鳴笛在後面叫你靠邊停 對然後我們就 開始緩慢的移到旁邊去 對對對 然後因為 因為就是右轉 我是到右轉燈出來 我才右轉 我想說 我在遵守交通規則 然後對象其實都沒有車 對 然後因為我們語言又不通 然後 就開始講一些破英文這樣子 然後那個警察 一過來就 就說 Google 然後我們想 Google是什麼意思 沒有 他說Google就是 Green 就是綠燈 它意思是說 Groogle 就是綠燈你就過去了 然後它一直說 Groogle 我就聽不懂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 然後就在那邊匕首畫腳很久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那個駕照 然後就讓我們就過去了這樣子 對 對 就是 這故事告訴我們說 你不管 反正你只要開車 你所有的那個證件 你都放在身上 就以免它如果要查的話 就可以看這樣子 那也有很多人他 在沖繩有發生一些 交通的小狀況 然後你們也可以分享上來 就是讓更多 沒有 就是沒有遇過的人可以參考 然後 可以分享一下這樣子 或者有什麼要注意的 對 要注意的這樣 我發覺啊 就是 當你會 在日本自駕的時候 就有一種 回不去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回不去台灣 不是不是 就是 你就會覺得 可以開車 那我幹嘛要走路了 我幹嘛要坐車 你就會有一種就是很懶 就覺得開車就可以到了 的感覺 那當然自駕會 那個 交通的部分 當然會比較貴一點 可是如果你是整團 比如說 有四五個好朋友 或是說 帶家人一起來 其實share了下來的話 交通並不貴 或者你東西很多的話 對 那我為什麼說回不去呢 比如說 像你看喔 我們現在走 當然啦 這開車人真的很累 那我們比如說 去一個景點玩一玩之後 然後我們累了 我們上車就開始 好累喔 睡覺 然後帶爸媽來也是 帶爸媽來之後 爸媽在車上也是 睡覺 然後小孩也是 所以我覺得 對於 開車的就會累啊 對 開車就是到了 開開開開 到了 下車 拍照拍照拍照 這邊幫我拍一下 這邊幫我拍一下 然後上車繼續開 然後睡覺 然後其他人都在睡覺 對 完全沒有休息 然後下車要抗心力 就是這樣 可是呢 所以如果你的團員 是會開車的 可以互相輪流開 那沖繩還好 沖繩比較小 所以你就是 頂多南北 大概一個多小時就會到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購物 就是購物 你看喔 你們要去Outlet 或是你們要去一些商場 超市 然後你買的東西很多 那你總不能說貼的東西 還有坐車很不方便啊 或是說很 會很重 可是你有開車的話 你就可以 把東西先放到車上 然後再繼續逛 再繼續買 就一直無限回圈 你可以很方便 而且自駕可以去的景點 比較多 很推薦 如果還沒有自駕 會開車 但是還沒有自駕過的朋友 你們可以來試試看 就是沖繩其實是蠻入門的 然後你只要熟悉一下 做一下功課 然後熟悉一下那個 右駕的部分 應該就是很容易上手 其實現在租車很方便啊 因為你租車 你到機場 然後巴士 他們租車公司的巴士 來接你的時候 在巴士上面 就已經開始有 有影片會宣導 跟你講注意事項了 對 就是交通規則 欸這很方便 我們第一次還沒有欸 對 我們第一次是用那個 每一家租車公司啊 他們的宣導的東西 有一點不一樣 內容一樣 但是方式不一樣 有的有電視 有的可能只有紙本 對 大部分都會跟你講的蠻清楚的 就是說 如果你發生事故的話 你要打什麼電話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都有中文這樣 好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對 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然後追蹤我們的IG 嗯 掰掰